给我关掉 关不掉 快关掉 要帮我分直播了 为什么童家宝真路路天线这件事 有闹得沸沸扬扬 许多小伙伴投稿了浩羊的视频 咱们一起来看看 亲爱的 童家宝真路在直播间露天线 其实就是个剧本 你们都知道了 好家伙这话一出 他的评论区直接炸了锅 咱们可以看到点赞的是800多 评论直接干到了18000 打开一看简直惨不忍睹 许多人直接在他的头像上画了土鸭 咱们统计一下 支持浩羊的打一不支持的法 咱们先看看之前真路的天线 大家可以看到视频上方明显的露出了天线 而牧童当时是这么解释的 兄弟们路哥开挂了吗 只是账号1200了 只是账号1200了 他显示了开挂的吗 大家相信牧童的打一不相信了二 下面咱们一起来听听少东是怎么说的 那些什么宝的那些主播 就他们天天那个什么老王啊 天天给他喷这喷那的 自个主播开挂 我直播间都那么露天线了 咱们再听听通家的老王又是如何的回应的 天线真路的真路的这个事情 他天线是自己故意搞了一个剧本啊 然后他请外面的一些主播 我已经回应过他 然后他请外面的一些主播 帮他帮他给 给炒一下 说真路开科技这样的拼命搞 他要搞一波乐度 这一系列咱们看完之后 最后咱们再看看浩羊是怎么说的 我记得在很早之前呢 你们问我这个事情啊 我就说过了这应该是个剧本 真路的目的啊很明确 这一切啊应该是提前规划好的 在直播间故意露出天线 然后光速下播 这样一来呢 很多主播啊就会去实锤他 当然啊 真路的这个剧本是非常成功 其实按我的理解 这位浩羊说的话也没什么大毛病呀 毕竟他只是引用了童家宝老玩的话 那为什么这么多人评论他呢 咱们听听少爷咋的说 说一下浩羊 浩羊不是那个解说员吗 兄弟们浩羊不是那个解说员吗 就是谁给他钱 他就他就就是 也说好 比如说童家宝嘛 童家宝比如开科技他的 然后他就给他们洗 因为就给钱了 他就给他发了点小红包 动人的话恶心至极 咱们可以听到少爷说 浩羊说了童家宝的好处啊 咱们可以看到浩羊也是发视频回应了 但没想到的是紧接着他要发视频说 童家宝的牧童来他的直播间挂榜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在昨天啊 牧童呢也是来到了我的直播间 大主播就是不一样 来我直播间呢 直接怼了三只穿运舰 并且说我来直播间挂榜 其实童家宝的这波操作属实 让这位主播有点招黑 今晚童哥直播的时候呢 我也会还回去 但他最后也说了 会把这些都还回去 所以大家看的问题是一定要冷静 特别在评论时的语言 以前看没开科技 其实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他们精彩的直播内容 咱们作为少语 春楼 浩羊的粉丝 关注他们目的是为了玩游戏 是为了快乐 而不是为了互对 不要因为一点小事 大家相互弄的不开心 那不就失去了我们玩游戏的初衷了吗 肯定有小伙伴说了 喝死 你说了半天 咱们不说谁对谁错呀 我认为还真的没有谁对谁错 只有谁比回更辛苦 他们拥有这么多的粉丝真的不容易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一份理解和宽容 不要用不好的语言去攻击任何人 当然我们依然要坚持的是 抵制不良的游戏行为 共同创建绿色的游戏环境 也希望各大主播之间能更加的和谐 我是贺词 喜欢我的视频别忘了点赞 收藏 转发 想看更多游戏资讯 那就关注我吧 咱们下期再见